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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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儿子 把这杯核桃露喝了 补脑子 每天就是学习学习 血海乌鸦苦作粥啊 徐博文可真可怜 要不我帮帮他吧 哦 借着鞋 甜通圆 甜通扁 甜通鞋 天眼 徐博文 这是孝顺窗口贴 你需要吗 需要 需要 把它贴在肚脐上 除了我说话 别的声音就都听不到了 啊 这可真棒 啊 真的听不到他们唠叨了 不会吧 那个孝顺窗可贴 还没失效呢 天通来得正好 快帮我撕掉 我就是来告诉你 孝顺窗可贴有限时间是24小时 如果不到时间 谁也接不下来 啊 就是说 我要到今天晚上 才可以听得到了 嗯嗯 这可怎么办啊 啊 嗯 徐博文 你的作业本没叫哦 喂 徐博文 我跟你说话呢 什么态度啊 叫不叫啊 徐博文 用你未来特学家严谨的目光看一下 我最近是不是瘦了 看来我一点都没输 这道题怎么解啊 对对对 这道题把我们搞迷糊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 不讲就不讲吧 真小气 就是 干嘛撞听不见 真不明白 他们指手画脚的到底在说什么呢 啊 这首古诗的含义 谁来解释一下 徐博文 你来解释一下好吗 呃 我 老师 我听不见您说什么呀 不好 徐博文从这道耳朵一定出问题了 草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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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是这样的 小一给博文的耳鼻喉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可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就是听不见了 啊 那可怎么办呀 要不去大医院看一看 您别着急 博文说呀 他就是不想听你们每天学习啊 乘机的念叨 所以 所以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 他不想听二位每天这样唠叨 所以 所以就这样了 这这这这 都怪我们 哇 二位别着急 我觉得呢 大概是博文学习太辛苦了 是心理问题导致的暂时性失聪 我建议啊 你们做家长的 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这样呢 他的问题自己就能解决了 二位好好地考虑考虑吧 听不见 请我吃个冰淇淋 说不定法律就消失了呢 全包围我要吃冰淇淋 啊 时间到了 销声创可贴的时间到了 我听见了 听见了 冰淇淋没吃着 妈妈 妈妈 我能听见了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担心死妈妈了 恢复了就好 我们以后少给你压力 对 每天只要温习一下史记就好了 别的就不要学了 不不不 史记看不看都行 多做一点奥数提高班的习题 最重要 谁说的文科不重要啊 高考全凭语文加分呢 语文还是很重要的 语文还是很重要的 学那些八股文以后脑会僵化的 听我的没错 要多做题脑子才会越用越灵 看来你的爸爸妈妈 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了 还是得让你学学学 是啊 不过通过今天这件事 我意识到爸爸妈妈 还是非常爱我的 阳台上的小怪物 我肯定是在做梦吧 快点醒过来 好痛啊 是真的 真的是漫画里的怪兽 别过来 别过来 天哪 原来地球上也有怪物啊 昨晚我和田统亲眼看到的 就在我家阳台上出现了一个怪兽 怪兽 嗯 冠军 你看见他长什么样子了吗 我只隔着窗帘看到他的脸子 太恐怖了 张着大嘴 像着长长的爪子 哈哈哈哈 平时什么都冲在前面 什么都要看你的 原来是假装的呀 丹小鬼 上南 别这么说 冠军因为怪兽都睡不好觉了 我看田统也吓得够翘 那就更证明了 他和田统都是丹小鬼 除非 嗯 除非什么 你把这只怪兽给抓住 怎么样不敢了吧 嗯 谁说我不敢了 我一定能抓住他 算了吧 不行就别逞能了 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什么怪兽 是你们在做梦 等着瞧吧 我们今晚就会抓住他 哈哈哈哈 我怎么就答应和盛楠打赌了呢 天眼 你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天眼 我知道你最厉害了 你一定要帮忙我呀 光凭我自己 肯定抓不住 那个可怕的怪物 冠军 你先别着急 这是隐形遥控器 有了这个 我们就能抓到怪物 一个遥控器就足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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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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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崩了天眼 我给你买盒超大的冰淇淋 口味随便你挑 哎 天堂 怪兽在哪儿 抓到了吗 别来抓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怕 再去看看 怪兽开幕见你 就是一个纸杯而已 那个怪兽 会不会到月亮最亮的时候 才会出现呢 抓到了你了 冠军 冠军 快醒醒 快醒醒 阳台有动静 你快去看看吧 冠军你在哪儿 你捏我尾巴干什么 天堂 不好意思啊 阳台上怎么是一个玩偶啊 上面好像还搭了一块布 这就是你说的怪物啊 太丢脸了吧 是谁在那儿啊 是谁啊 是我眼花了吗 你这孩子 鞋也不穿 小心感冒 快回屋里睡觉去吧 奶奶 您怎么在这儿呢 阳台上有一个 你都发现了 那是我给你做的怪兽玩偶 你不是最喜欢那部漫画吗 过两天就到你生日了 我想给你个惊喜 特意用块布把它遮起来了 奶奶你真好 天眼对不起 刚才我不想吓着奶奶 才把你扔进来的 算了 没关系 最后你抓到怪兽了吗 怪兽 根本就没有怪兽 没有怪兽 就算有 也是一只可爱的小怪兽 爱心手表 波文 我们这两天出差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是啊 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 你行吗 相信了 我可以 那就好 我们走了 再见儿子 田桶 大事不好 快现身 什么事啊 我刚做好梦就被你吵醒了 爸爸妈妈这几天到外地出差 让我一个人在家 我没有自理能力 怎么办 有了 你看 这就是神奇的爱心手表 我们星球上粗心的小朋友都用它 它会发出声音 提醒你做日常生活中该做的事情 太好了 你好 许伯文 初次见面 先给你打个招呼 它会说话 它的声音就和我妈妈的一样 就是你妈妈的声音 嗨 嗨 不客人 我妈妈妈妈的声音 是 我妈妈妈的声音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想要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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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课堂知识才是你要学习的基础 怎么回事 不当手表的命令你固执行使 它就会调动所有的电器来轰炸你 你还是听它的话吧 我别不 不 这个坏手表不依不饶 算了我服输 不够 妈妈 这么整齐 你说是他 当然了 检查吧 醒啊 儿子 变得厉害了 当然 真乖 这什么东西啊 天头 什么事 我正做梦呢 又做梦吃冰淇淋吧 你怎么知道 算了 别调侃我了 你有什么事 我已经学会照顾自己了 手表 上哪儿去了 帮我做饭 儿子 妈 这个家的饭 不一直都是你做的吗 博文总的照顾你 你当爸爸怎么还那么懒呢 快要服务 等一下 好笑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赶紧去写色区 别吵了 我这就去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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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怎么买到的 你们老挤我 挺坏了怎么办啊 香菱 你爸真厉害 大嘴歌星的票 两个月钱就卖光了 好多人都没买到呢 这个票的位置 离大嘴歌星一定很近吧 哈哈哈 我也想看大嘴歌星的演唱会 她的新歌我全都会唱了 香菱 你一个人要两张票干什么呀 买给我一张 那可不行 这么珍贵的票 我要带我的好朋友一起去 哦 哦 哇 美丽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就邀请你去吧 这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周末咱俩一块去听演唱会 我幸福的 都快晕过去了 哈哈哈哈 哦 天爷 哦 怎么是你啊 家里没人吗 香菱呢 啊 是真美丽啊 香菱去送外卖了 进来等吧 哦 香菱怎么还不回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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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菱怎么还不回来 哦 我回来了 真美丽你来了 演唱会快开始了 我们快去吧 天呐 不会吧 香菱你怎么了 怎么办呀 票不见了 你别急 别急 再好好找找 完了 我肯定是丢在路上了 天爷 天爷 怎么了 天爷 我的票好像丢在外面了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呀 哎呀 你快点儿 哎呀 我没有法力了 天爷 行不行啊 都过了那么久了 还有十分钟演唱会就要开始了 今天吃的冰淇淋实在是太多了 我至少需要十分钟才能恢复法力 可那时候演唱会都开始了 嗯 谁啊 张琳 是我 张胜南 你怎么来了 送票 真美丽真美丽 张胜南给我们送票来了 原来在他手上 太好了 我是在路上捡到的 我是在路上捡到的 看到票根 就知道一定是你丢的 所以就送来了 张胜南 真是太谢谢你了 没什么 赶紧去吧 演唱会要开始了 张胜南 要是我们去演唱会的话 你去哪儿啊 我 我回家啊 你给我们送票来 我们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对啊 咱们三个人 你才两招票 怎么去 天头 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们三个都进去 当然不行了 虽然我现在审理已经恢复了一些 但是演唱会是一个人一个座位 让你们进去 就会有一个人没有座位 到时候你们进去 不是很尴尬吗 张胜南 你去吧 这可是你爸爸好不容易帮你买到的 不行不行 算了 小梁 还是你们俩去吧 我回家了 不行 你帮了我们 我们怎么能把你撇下呢 大嘴歌星演唱会马上要开始了 可以看见观众们在入场 既然天头的神力已经基本恢复了 那我有个好办法 见证奇迹的时刻已经到了 现场投影机 我地球我就好有 我向你赢了 我认识吗 你也不会着急 我走 在这世界里 你走 但你再走 那我们也来 那我们两个人 也去吧 是我们 黑他 你一定的 你赢个人 你赢了 可是,我们的 一球像快冰淇淋 软软的天一口好几了